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回生活种菜 我的频道呢是关于我种菜经验分享的 如果您对种菜感兴趣的话,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今天是2022年的6月1号 又到了咱们每个月必须有的Garden Tour的时候了 Garden Tour呢就是我给大家真实的展示 我们家后院种菜的这些蔬菜的生长情况 如果您和我刚好在同一个区域 天气状况差不多的话呢 那您可以对比一下 看看您的那个蔬菜长的和我的蔬菜长的 有没有什么差别 如果您和我不在同一个区域的话呢 那您可以看看我的菜地里有没有什么新品种 今天呢我就用一镜到底的方式 给大家全方位的展示一下我们家菜地的种菜情况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我们先从这边开始看 首先大家看到的这些是不同品种的大蒜 然后靠篱笆的这些下边的新鲜的绿色叶子 是最近移栽的豆角 然后爬绳子的这个是已经移栽了有三个星期左右的豆角 然后前面的这些也是豆角 但是是矮生的 是不需要爬绳子的 然后转过来看到这个篱笆边上的 这几棵是玉米已经移栽了有一个月左右了 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些玉米呢 刚开始埋进去的时候是苗 现在已经明显变粗壮了很多 然后玉米前面这一片是土豆 最近天气回暖了 这些土豆呢 长得也是开始速度加快了 然后我们看到这一边挨着篱笆边上的 这边有绳子 都是黄瓜 各种黄瓜苗 这边也是黄瓜 然后黄瓜的旁边这一片是去年过冬的大蒜 不同品种的 然后转过来 我们看到这一个大片菜床里面的菜啊 这边呢 也是不同品种的豆角 今年我们 因为我们家非常喜欢吃豆角 所以今年种了 有大概六七个品种的豆角 然后这一片呢 之前是过冬过来的 这个是苦炬 这个苦炬呢 我们已经吃过一些了 采收过很多了 然后剩下的这个呢 有的已经开始开花了 这是从冬田过来的 然后这一片都是小叶童蒿 之前这片地里呢 种的是野炬 后来呢 小叶童蒿是从另外一块地里面移栽过来了 移栽过来之后呢 他们又接着长 可以看到这个 从这个分叉这个地方 又长出来新的小叶子 然后这一边地里 这个就是矮生的番茄 可以看到已经开花了 因为前几天呢 还是比较冷 所以呢 这叶子稍微有点受冻 但是没关系 过两天天气暖和了之后呢 他们就能够恢复正常了 然后这一颗 是一种甘蓝味的蔬菜 然后这边 架子上是 两颗佛手瓜 移栽了有一个星期左右了 现在生长也是正常的 然后转过来 这边是三颗护瓜 长得也是正常 然后可以看到 这几颗是茄子 移栽了也有一段时间了 之前因为 天气还是一直比较冷 夜晚呢 还是依旧是最低五度左右 所以这些茄子也是有些受冻了 但是根据我的经验 等天气恢复了之后 他们就能够正常的生长了 是没问题的 后面这一颗比较高的 是过冬的菠菜 本来它周围都是菠菜 后来我们都采收之后 特意留了这一颗 想让它开花 接点种子 然后这一边菜地里面 是不同品种的辣椒 看这边已经有开花的了 这个 然后我们再过来 这一边同样都是菠菜 都是从冬天过来的 之前这边也是菠菜 已经采收了一些了 然后这边也是白叶子吃 然后后来现在 它也有要开花的意思了 开始长高了 然后后边这两颗 是羽衣甘蓝 不同品种的 然后这颗羽衣甘蓝 已经长到了 有两米多高了 这边已经开了很多花 然后呢 这边已经开始接种子了 看这个就是它的种子 长得像小豆角一样的 非常可爱 然后这一颗羽衣甘蓝呢 还没有接种了 但是也快了 快开花了 这边呢 也是豆角 然后我们过来 这边呢 这几颗 稍微比较高一点呢 就是 那个西红柿 就是前两天跟大家介绍的 关于西红柿的修剪 就是说 大家千万不要 只留一根主干 这个西红柿的修剪呢 如果您还不会的话呢 请可以参考一下 我前两天那个视频 我也会把视频链接 放在这个屏幕的右上角 大家参考一下 看完之后呢 一定会让您感觉到 就是对这个西红柿的修剪 有一个全新的概念 在这个西红柿的后面呢 这几颗是葫芦 这是葫芦 葫芦旁边这一颗是 坎瓜 这个坎瓜 可以看到 这下面已经有小花苞了 这个坎瓜的旁边 这是蛇瓜 这是一颗番茄 然后这地里面 这些都是 不同品种的 小冬瓜 冬瓜 然后 我们走过来 可以看到 前面这个地里面呢 是南瓜 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 移栽的时候 跟大家介绍过 后面呢 是 不同品种的 各种瓜吧 都挨着这个篱笔爬 然后这 这几颗 是我特意留下来的 那个茴香 我是 准备让它开花 因为这个茴香呢 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种半生植物 所以呢 我采收完了之后呢 现在它开花了 我特意没有拔 就让它留在地里 开花 然后 我们到这个架子的这边 可以看到 贴着架子 这个 这个是苦瓜 这苦瓜长得还可以 这边已经 这个地方 已经有小苦瓜了 大家可以看到吗 已经有小苦瓜了 往这边 开花了 苦瓜前面呢 也是几颗西红柿 西红柿的前面呢 是之前跟大家介绍的 这个西红柿 非常好的伙伴 就是生菜 然后 这个苦瓜 这个旁边 是种了几颗丝瓜 丝瓜 是非常好吃的 然后 这一片 这一片 就是 芝麻菜 芝麻菜呢 是洗冷凉的 绿叶蔬菜 也非常的好吃 有营养 然后我们是 掰叶子吃 然后 现在天气转暖了 你看它开这个花 多漂亮 这花呢 还有一股淡淡的香味 非常漂亮 就像个 小茉莉一样的感觉 然后 这一边 菜地里呢 是 冬瓜 然后 要过来 这边 长得非常茂盛的 这个是不同品种的生菜 这是一个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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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边 还有一个品种 长得非常好 这一些 长得也非常好了 这个是 莴笋 我带来看一下 这前面这几个 它前面的这个 莴笋 这叶子都可以 已经掰了吃了 然后这莴笋 长得非常的粗 就跟胳膊一样粗 然后这莴笋呢 后面 比较阴的这个地方 种了几颗 芹菜 然后过来 这些是韭菜 然后呢 这些细细的是 今年新种的韭菜 用韭菜种子种的 这边就是 之前跟大家介绍过的 西葫芦 已经开了很多花了 我们已经 人工受粉过了 西葫芦中间 穿插了一些生菜 看这生菜 长得也挺大颗的 过两天刚好拔了之后呢 这个西葫芦 就有空间了 然后我们再转过来 看这一片菜地 这片菜地呢 是之前移栽了 有一个月吧 这个是茄子 这个茄子 因为最近气温不稳定嘛 这茄子也是 多少受冻了一些 你可以看到 这叶子有点发黄 但是没关系 它还会恢复过来的 还会正常生长的 这些呢 同样这些是辣椒 这辣椒也是 再来有一个多月了 但是现在你看它 比如说单单这一颗 这一颗上面就 已经开始 收粉成功的 就大概十个辣椒左右 可以看到这个 这三个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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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门椒 都长在门椒这个地方 看 都长大了 再加上其他 很多收粉成功的 所以 这一些 过几天 我就能收获很多的 这个辣椒了 然后转过来 我们看到 前面这些花盆里的 都是各种各样 不同的蔬菜和植物 以后呢 再和大家具体的介绍 一定有很多 您没见过的 以后再给大家介绍 然后我们 再过来看这一点 我一定要说一下 这个花 这个花叫大葱花 特别的漂亮 你看这个大小 像个球一样 非常的可爱 而且 非常的直 它不会倒 非常漂亮 它开在那个 玉金香之后 刚好呢 玉金香败了 然后塌起来了 非常值得重 这边这个 架子上面 这些长得非常茂盛 非常高的 是一个大豌豆的品种 然后后面呢 还有一些豆角 豆角的前面 这有两颗西红柿 西红柿的前面呢 这里还有小生菜 这个叫东韩菜 这个是油麦菜 等这些 这里面还有菠菜 这些菜呢 最近都要把它收了 收了之后呢 这个西红柿呢 就可以有地方生长了 然后后面 这都是豆角 西红柿 这个是秋葵 这一颗秋葵呢 就是前两天给冻坏了 估计够呛 可见我们这天气有多冷啊 好 我们过来 看这一边 这边就是 最近刚一代的西葫芦 那边有西葫芦 已经长大了 但是这是 刚一代的 然后这边是各种 这样的小型的萝卜 小萝卜生长非常快 一个月左右 就可以收获了 我种的有各种各样的小萝卜 有的是那种很多颜色的 三色的 比如说金色的 白色的 红色的 圆圆的 还挺大 然后吃起来味道 也非常的好 不辣 给大家看一下 这些萝卜 长得多好 好了 然后 这一边 还有一些花盆 也是种了 有一些蔬菜 还有一些香料 以后再 跟大家具体的介绍 然后我们现在走过来 到这个暖棚里面 现在都六月初了 我们依然还在用着暖棚 可见这个 我们这儿的温度 还是比较低的 因为夜晚的 最低温度呢 还依然是各位数 所以有的蔬菜呢 还是待在暖棚里面的 还有各种各样的苗 这个是空心菜 五月份就开始育苗 但我之前跟大家提过 五月份开始育苗 过两天就把它移栽 刚刚好 还有一些瓜苗 然后这还有另外一个暖棚 这个暖棚里面也是 这个是芋头 打椰子的 然后 这边还有西瓜苗 西瓜苗呢 还不敢拿出去 过几天吧 再把它移栽出去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跟大家 一镜到底 咱们看一下我院子里 这些蔬菜的生长情况 希望给您一个参考吧 如果对种菜感兴趣的朋友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